七十七 聯合報 麻雀還好嗎? 2015年7月22日 民意論壇 A15今日登場留黑箱好狗沒有看到麻雀寮 為了探望他們 路過南海植物園時 專程繞進去 我知道有幾個區域 市民經常以置料在威蝕 麻雀也養成習慣 集聚成群 好象環懂得一代傳一代 沒人為時 也在周遭等候 毫不拒人 這次去 果然也沒失望 他們不止成群 還和樹雀 班狗一起搶食 未己 我的旁邊飛降一隻雀渠雅成了 他是隆終日了 晚近幾年再此繁殖相當成功 幾隻今年才出生的麻雀 斗戰雀還未生長成熟的羽翼 跳到麵包蝕前 試圖剁食 都被這隻雀渠凶悍的趕走 此一競爭和拘離行為 都讓人聯想到 最近幾隻跟麻雀相關的驚悚新聞 有人目睹 外來的白美白究竟會獵捕麻雀又初 還有善吃優惹的黑棺麻爐 居然也剁食麻雀呀成了 這些或許都是極少數意外的動物行為 不盡視常態 但都讓經過 以前常見的麻雀 如今好象較不容易看到了 近幾年 不少野外觀了的朋友 早就在網路上討論麻雀銳減問題 多數人直指 大量農藥使用孔為主因 農民為提高作物的量產免職 各種藥物的製量和施用增加 許多麻雀則不吃農藥作物或昆蟲而暴斃 甚至在繁殖其時 間接造成有初在家機餓而死 去年冬天 萬丹紅豆田噴灑好年冬 上千麻雀被毒死即一著名例子 此外 豆田大量消失 似乎也有緊密關係 以前杜碎成熟時 電線桿常有難以估計的麻雀處立 幾乎把電線處成曲彎之境 當時看得 都很害怕到誰被吃得精光 如今想起那場景 反而充滿美好的懷念 但也有一說 現代水泥建築大量出現 取代了傳統的木局 雅房和草舍 麻雀最愛棲聚於洞月類的環境 這捨構建築常有鑽探之處 新的公寓明顯缺乏這一類似的空間 麻雀不易找到營巢點 自然導致種群數量的急巨下降 有趣的是 麻雀在鄉下或許小鳥 走進都市裡 好象環不難見到 公園之類的公共廣場 都不難發現它們出沒 天冷時更不用說 郊野溫度低冷 不易找到食物 城市溫度暖和許多 麻雀當然傾向於稽到城裡 它們不僅習慣都市生活 連飲食習慣也改變 以前可能養奶到米或其他雜糧做為主食 淒食於城市後 好象變成雜食者 經常轉動於各種行動街坊 凡有定點餵食之處 集聚者更多 最近有一份料理調查顯示 全台各地都出現麻雀數量銳減的現象 北部地區最為嚴重 晚近四五年少鳥近四成 當然 台灣也非唯一麻雀減少之地 全球都出現類似趨勢 大陸麻雀的減少更是明顯 麻雀並非特稀有動物 只是普遍上見了種 但恐怕是近年來 在這塊土地消失數量最多的 以前的小朋友可能都有和麻雀接觸的經驗 現今孩子看到的機會反而不多了 風景地貌改變 我們很容易感受生態環境惡化 但身旁物種消失 卻常毫無知覺 更不知其嚴重性 適時 麻雀因吃倒谷被視為害鳥 其實是嚴重誤解 現今倒米成縮最多兩期 再加上其他雜糧的產出 它們大半時間都在捕食其他昆蟲 每年二至三個繁殖期 幼初需要大量食物 麻雀捕食的昆蟲量勢必很大 如果麻雀減少了 蟲害變得嚴重 我們恐怕又要面對噴灑農藥的困境 到底麻雀對農業有益或有害否 或許仍有討論空間 但值得反省的是 如果繁殖力強大的麻雀都再銳減 哪意味著什麼 其實保護好麻雀 就是保護鄉村家園 也是保護自己的生存 如今在腦上看到麻雀 好像如見熟悉的鄉親 我都會特別停下腳步 多看它們幾銀 以此致敬 作者為自然生態作家 天 Shore Art 大廈 大廈